嗨大家 今天要介紹的是BASS 介紹完爵士鼓之後再介紹BASS我覺得很酷 因為BASS的設計其實都跟著鼓一起 BASS雖然是一個可以彈奏旋律的樂器 但是它又更像是一個節奏類的樂器 所以都跟鼓有點關係 所以一開始我想要介紹的第一個 我們就先從BASS的表現方法來吧 BASS大部分時間都是彈奏和弦的更音 負責一個最低的聲音 整個和聲的最低層這樣子 會覺得你聽覺裡面最明顯的二分之一 最明顯的是最高的聲音跟最低的聲音 但是BASS就是最低的聲音了 那我們第一個要示範的就是BASS在演奏長音 一直彈更音的時候的感覺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聽BASS彈奏長音的感覺 好 第一個長音結束之後 我們來聽聽看BASS來模仿大鼓的感覺 它雖然彈奏的是更音 但是我們把它彈的都比較短一點點 聽起來會覺得更有力氣一點點 好 看一下示範 BASS彈奏長音 那剛剛表現BASS都是一直彈奏八分一鼓 彈滿滿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那彈奏BASS的點 彈的拍子位置是跟著爵士鼓的大鼓 總是光沙滅恨 光沙遠方 空氣就下了 吐喊 一盞眼空 犧牲在空心裡 彈奏 天黑的都怎樣 那下一個看看除了跟著大鼓之外 同時也跟著小鼓 那我現在這個示範就是 開頭跟著大鼓 結尾跟著小鼓 所以我每個音 開始的時候都會在大鼓的時候 小鼓敲去的時候 我就會把聲音停下來 大鼓跟小鼓一起哭動 聽聽看 小鼓跟著大鼓 小鼓跟著大鼓 好 剛剛示範的BASS 都是只有用跟音而已 但其實BASS不是只有用跟音而已 那一個和弦裡面的組成音很多嘛 但是呢 三度音跟七度音 我們就留給吉他後鍵盤了 那BASS可以常常使用 八度音還有五度音 這兩個選擇 那我們先聽聽看 這幾個音聽起來是什麼樣子 就好了 那我們聽聽看 在BASS伴奏的時候 把這些音音用進去 讓它可以自由的跳來跳去 彈不同的音 一樣的節拍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過門 那過門呢 我就是用兩個比較簡單的idea 第一個就是用音階來過門 那所以呢 在換和弦的時候呢 我偶爾會彈奏一些不同的音階 連接到下一個和弦的跟音 那下一個呢 這個跟我們比較活一點點 叫做半音趨勁 那我要談到這個音之前 我就去彈它隔壁的音 或者是它隔壁的兩個音 一個一個跳過去 聽聽看 那BASS的過門 在段落切換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耍帥一點點的超級大滑音 我們可以聽聽看 進歌的時候滑一下 是什麼感覺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BASS的示範 也是一樣幫大家整理一下 那第一個呢 我們BASS聽了比較長的聲音 比較短的聲音 然後呢 跟著大鼓 或者是跟著大鼓加小鼓 然後可以彈 更音 五度音 八度音 那可以用音階來過門 也可以用半音趨勁的方法來過門 那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